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阿里云的王峰在这个阿里的花名是莫问 然后我一直在这个开源大数据领域也工作了超过十年 我06年加入阿里之后从这个搜索领域接触大数据 然后就一直做这个大规模的数据处理 然后呢也从这个开源大数据一直做到目前一直在阿里云 从事这个把开源大数据在支持阿里巴巴的内部业务 走向了这个阿里云上支持更多中小企业在云上使用开源大数据 支持他们的这个自己的业务 包括我们现在也在推进很多开源大数据在国际化上的一些发展 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捐赠一些新的阿巴基项目 希望把这个开源的精神和开源的这种技术 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开发者 所以今天我为大家主要介绍一下就是阿里云这个开源大数据平台 从这个早期2010年左右的 09年左右开始使用这个开源大数据 一直到这个目前为止我们走到云上 包括走向国际化 如何去培养开源大数据的这个技术 在阿里内部的使用 培养我们的开源大数据的这个贡献者 和这种对开源大数据整个开源社区的一些主导的一些贡献 因为我这个来自阿里云嘛 也做了这么多开源的项目 然后所以我对这个开源和云啊 包括这几个之间的关系 有些自己的理解 在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其实开源社区呢 其实刚才几位老师都讲了很多啊 这个阿巴基的一些发展 包括开源技术对人类的一些价值 然后在这里我就不做一个再进一步的这个细化 因为你讲得非常丰富 我觉得非常好 那我觉得整个开源的技术 是推动整个我们这个基础 基础技术 就infra技术发展的一个核心的源泉 那这个我们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互联网的企业 能够这么快速的发展 其实都离不开开源技术的这个助力 所以说整个开源技术是实际上是整个信息化 包括数字化发展的原动力啊 那同时这个云呢 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云的这cloud的出现 也让整个的数字化的进程得到了加速 人们更方便的去使用这个软件去处理数据 所以呢可以认为 其实云为开源软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运行环境 就让更多的这个开源的开发者能够非常方便地找到一个这个开发平台 去运行我们的开源软件 去改进我们的开源软件 测试我们的开源软件 所以我觉得这个云对开源的这个促进作用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整个开源的这个软件的不断地生态的不断地丰富 它也让这个云上的这个业务 云上的这个运行的这个技术生态 也越来越这个广阔 所以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相互在促进 同时呢这两者之间 其实我觉得有共同的特点 都是一种普惠开发者 普惠数字世界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在开源领域大家不用付费 大家可以自由地去开发使用我们的软件 去解决我们的现实中的问题 而云的话也是一个这么一个价值 就是它不用你自己去搭建机房 从头到尾地去创建你的硬件的环境 可以非常便捷地在这个我们的cloud上 去做这个我们的development 做我们的这个部署 开源软件的部署 让这个开发者非常的方便 那此外呢 开源软件大家刚才提到了很多 就是我们做出人类的贡献也好 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 但是呢我想任何一个开源软件都需要 它如果想长期地发展 还是需要一个商业化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 这个马维也老师讲到了 也是非论科技呢 也是Apache Doris 背后的商业公司 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推动 这个Doris 这个社区更好的发展 然后再像我们 像这个Spark 这个公司 对吧 Deal Breaks 也发展非常好 都是一个成功的开源软件 它背后一定有这个商业化的支持 然后呢 获得这个正向的循环 而推动这个技术和商务的这个闭环发展 而云平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它为这个开源软件提供了一很好的商业模式 因为有了云的这个底座以后 非常多的这个开源软件背后的公司 都可以跟云厂商进行合作 推出这个Cloud Native的这个产品 甚至是不仅在中国 我们可以走向国际 有了这个很好的基础设施之后 我们是可以相互的支持 把这个商业模式和开源的模式 进行更好的结合 推动整个开源社区更好长期的发展 好 那因为我们是这个团队啊 我这个团队呢 就是阿里云的这个开源大数据这个平台团队呢 那基本上我是一路经历了整个 这个开源大数据技术 在阿里巴巴这么十几年的 这么一路发展过来的 所以呢今天我也想在这个 我这个介绍一下就是 在阿里巴巴内部 这个云和开源的这个 这个双重的这个结合下 我们这个团队是怎么成长的 我们这个技术体系是如何发展的 实际上是可以 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 就是整个阿里的这个大数据的发展 有三个这个 三个phrase 第一个阶段我们是可以 我定义为是拥抱开源的 这个萌芽期 这个大概是在2009年 开始 这个我们最早开始做Hadoop的 那就是当时跟马若叶老师 我们的团队都有很密切的合作 和这个交流 这个我们第一代的云梯系统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其实当时早期就在那个 2009年啊 甚至08年的时候 是淘宝的高速发展期 就是中国这个淘宝 当时还没有天猫 就是最早淘宝的是 业务的发展产生大量的数据 那这个业务的高速发展 我们需要这个数据分析技术 来对这个大量的淘宝上的数据 电商数据 用户数据进行分析 那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选择了这个 其实开源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这时候呢 其实Hadoop也是刚刚出来几年以后 呈现出非常良好的 这个当时的这个发展势头 所以呢 当时我们这个 我们的第一代的这个阿里云的这个 当时还没有阿里云 可能还不叫阿里云 但是我们第一代的这个阿里云 或者淘宝也好的 第一代大数据平台 就是基于Hadoop来构建 支持这个帮助淘宝 进行的这个快速的业务发展 那在这个阶段 那是我们可以说一种 我们开源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第二阶段 我们认为是贡献开源的这个阶段了 因为第一阶段 我们大发量还是使用开源 虽然做了很多内部的一些业务的支持 但基本上还是一种 这个索取和获取的状态 那第二阶段 我们其实是首相的这种贡献 贡献的阶段 或者说贡献的这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下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的业务 是一致的发展 因为我们随着业务的高速的发展 就是阿里在淘宝之后 其实有天猫啊 包括后面的这个阿里云啊 包括当时的支付宝啊等等 非常多的业务的启动以后 我们也对这个数据分析的需求 也会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大数据从离线 也会有实时化的需求 尤其是双十一的逐渐的 这个大促模型的常态化以后 那我们面临了非常多的数据实时化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会 做了一个大数据技术体系的需要升级 比如说实时化的升级 其实这个在阿里体系是走得比较靠前的 从15年就开始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又再一次选择了开源 因为我们在整个做这个 数据分析实时化的过程中 就我们当时看 选中了这个Apache Flink 这也是后来发生了很多 Flink社区在全球化 甚至在全球范围内 快速成长的一个 很早期的一个基础 就是当时我们在选择整个 数据实时化技术的时候 我们拥抱了开源 选择了Flink 那在早期Flink 其实在15年16年的时候 并不能大规模的这么稳定的运行 所以呢 阿里巴巴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实时计算的团队 对整个Flink社区 还是做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反馈 包括贡献 那包括在2018年19年之后 我们也其实是 阿里巴巴是全资 收购了这个Flink 背后的商业化公司 叫Data Artisan 那后面我们改 Rename到Wawaka 那其实目的也是希望 对这个开源项目 进行更大的这个资源投入 那经过很多 我们这个阿里巴巴本身的 这个Flink的这个 实时计算团队 以及这种欧洲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Data Artisan 团队的联合的共建 我们也将逐步地将 Flink推动成为全球的一个 最流行的一个 Streaming Analytics的这个技术 包括现在其实也成为一个 事实化的一个 全球化的一个 Streaming的标准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也捐赠了 非常多的代码 给了这个Apache Flink社区 这个有数百万行的代码 已经全部捐赠 那此外呢 我们还有一条 还有一条线 是就是我们上云的这条线 就是阿里巴巴 除了大数据技术本身的演进 从离线到实时 那此外我们也从内走向外 整个阿里的这个技术体系 走向了云上 我们在 其实在主要是 二零一几年期间 那我们 其实阿里云也是 2009年成立的 我们后面呢 我们的云梯团队 的Hadoop的这个 这个技术体系 也不断地在演进 到Spark呀 包括后面下面的数据壶啊 等等这些技术 那我们将整个云梯 演进到云上 就是我们的 EMR这个产品 其实EMR是一个 国际比较标准的术语 Elastic MapReduce 这个在AWS 都是非常通用的 那我们在云上提供这种 开源大数据的服务的目标 也是希望把开源的技术 在跟云的结合 提供这个 Cloud Native的 这个Data Analytics 的Service 去服务更多的 中小企业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接触到了 更多的开源的技术 就不限于Hadoop Hive这些 那我们这些更多的 Spark呀 甚至Kafka呀 HBase呀 包括我们后面 Doris呀 甚至StarRocks KickHouse呀 等等这些技术 我们都在云上 会提供这种 企业级的服务 那我们同时一定会 遇到企业的问题 我们自己去开源 软件的改进 那我们也将部分 也回馈到了 开源社区 所以说 我觉得在整个第二阶段 我们整个阿里云的 这个大数据团队 已经从这个拥抱开源 索取开源 到了更多的 对开源社区的回馈 去跟很多公司一起 共同推进 这个开源的 这个大数据的 这个技术社区 在中国的这个发展 那其实近两年以来 我觉得从2021年 或者2020年之后 我觉得近两三年以来 我们逐渐地会 我觉得进入到 一个第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这个演进的过程 而我们已经不限于说 选择一些已经存在的 开源项目 对它进行贡献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 这个完善 或者使用 那我们心里想 其实我们应该 有更大的责任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对开源的 这个技术投入非常多 非常多年 而且我们有 阿里有非常大的 这个业务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需求 尤其我们上了 阿里云之后 我们看到了 不仅是阿里巴巴 自己内部的这个技术 这个业务上的 对技术的诉求 我们会看到 国内外甚至全球 成千上万家的企业 对数据分析的这种需求 那我们应该是 可以说 我们自己去 真的主动地 主动性地去开源一些技术 把我们自己认为 更好的 更合理的 就是更有前景的一些技术 在早期就把它开源出来 让更多的人 能够参与进去 然后同时我们把一些 新的技术架构 能够提出来 创新地提出一些 新的项目 新的架构 去推动也好 去引领开源社区的发展 而不仅仅是追随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总结下来 我们整个 阿里云的开源大数据团队 在14年来 一路地演进过程中 从一步步地走向了 越来越对开源的 热爱和投入的过程 那在这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投入 我们的人才的培养 或者对开源社区的贡献 也是非常大的 像我们 在整个十几年的过程中 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来了 有些同学又走了 有些现在已经不在阿里了 但是整个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 阿帕奇软件基金会 还是培养了非常多的人才 我们对阿帕奇的 至少十个以上的项目 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那我们整个团队 也培养了超过五名 ASF member 有些现在已经不在阿里了 我记得刚才说 有大概中国有五十名 ASF member 那至少百分之十的人员 曾经是我们这个团队培养的 那包括我们现在 已经培养了超过二十名了 阿帕奇顶级项目的 PMC member 超过四十名 甚至五十名的 阿帕奇顶级项目的 Committer成员 这都是由我们这个团队 在整个的技术 和业务发展过程中 培养出来的 我觉得这也是 对开源社区最大的贡献 因为他们即使不在阿里 他们到了其他公司 依然可以去从事 开源的工作 可以继续贡献在开源社区 刚才我整体讲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整个 阿里云的开源的 大数据的发展的历程 接下来可能我花一些时间 可以对一些 里面一些关键的技术 技术的一些 key point 或者一些关键的 时间的milestone 做一些highlight 比如说我们 非常 我们的起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 哈杜普云梯集群 那这是2009年 阿里巴巴的这个 大数据第一次拥抱 开源 开源技术 那我们其实也是国内 非常早的 我理解应该是跟 马瑞尔老师的 百度的哈杜普集群 几乎在同一个时代 我们在国内 就是搭建起了 我们的云梯集群 那我们从最早期的 200台规模上线 那接着是一路快速发展 可以看到 第二年就到了1000台 然后接着到 五年之内 我们到了1万台 这个规模 那这个就是在 阿里集团内部 哈杜普集群 就是这个 快速发展 支持业务的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 也不多 但是借助开源的力量 我们可以快速支持 电商淘宝的 这个阿里电商的 这个业务的 这个快速的发展 那其实这个 这个云梯的这个项目 刚才可以看到 我只写到2014年 对吧 就是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们并不只 云梯的这个项目 在集团的 这个我们内部的业务上 用的已经不多了 但是呢 我们并不是说 这个开源的技术 在这里面是终止了 其实我们是换了一种形态 我们进化到了云上 因为我们从 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 其实随着阿里云 在阿里内部的业务的 这个更快速的成长 其实整个cloud上面 这种数据分析的需求 反而是更快的 所以说我们整个将 我们的云梯系统 升级到了 我们的 推到了我们的云上 成为了我们的 YARMAR产品 YARMAR团队 我们的YARMAR团队 其实把我们的 这个开源的大数据的技术 更加的发言光大 从Hadoop Hive 走向了Spark HBS 包括后面的是Kafka 还有我们的Presto也好 Trino 这个Impala等等 Flink 包括现在的 这个数据互技术等等 还有Doris也好 CK也好 其实我们全部都是 在YARMAR上提供了 这种开源大数据的服务 让我们的这个开源技术 更加的 在阿里的这个技术体系下 更加的发言光大 还有一个就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技术 就是Apache Flink 这也是阿里巴巴集团 我觉得是对开源领域 非常大的 最大的一个贡献 比如说我们从15年 16年的时候 开始调研Flink 选择Flink 作为我们的这个 实时计算的 全集团的标准 那逐渐地我们把它 从我们的双十一的场景 推导到了 整个全集团的 全部的落地 包括在上云 推动整个 Apache Flink 在云上的产品化 提供Cloud Native的这个 Flink 和Service 包括我们又收购了 Flink的这个 Founder Founding Company 对吧 就是我们的 Data Addison 然后呢 把全球化的 Flink的这个社区 一起推动起来 这整个地链路过去 其实可以看到 整个Flink Apache Flink 社区的这个 在全球的一个成功的发展 都是由这个 阿里巴巴投入了 巨大的这个资源 包括业务上 给予的逐大的信任 将其逐渐地一步步 推动成长 那我觉得在这个 阿里巴巴集团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也非常受益 开源技术 对业务的这个支持 同时也对这个 开源社区 有一个非常大的反馈 推动这个 开源社区 成为了全球化的 一个标志性的社区 那Flink呢 因为现在目前 我们其实可以认为 全球范围内 已经成为了一个 流计算的 实时流计算的 实时标准的 那在今年五月份 五六月份的 SIGMODE的这个 会议上 我们也被评为了 今年的2023年 也获得了 System Award 这个去年 这个System Award 是Apache Spark 依然是Apache的项目 那今年是Apache Flink 这就代表了 这像Spark和Flink 这两本技术 也都成为了 这个业界标准的 这个大数据处理技术 那现在 Flink的话 已经是在全球范围内 得到广泛的使用 我这里没有具体的数据 但基本上可以 可以看到 不仅在中国 在欧洲 在美国 在全球各大洲 基本上只要是做 Streaming Processing的 基本上 全部都选择了 Flink 作为这个 Streaming的 这个Processing的技术 但Flink的项目 其实我们这个 也不仅止于计算 就是Flink本身这个项目 我们刚才也讲了 我们其实是希望 能够创新出 更多的新的项目 腐化出新的这个开源项目 捐赠给Apaq社区 那这里面其实有代表性的 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我们新 正在腐化的两个新的 这个Incubating项目 一个是Apaq的Pymon 一个是Apaq的Caliburn 那Apaq的Pymon就来自于 我们的Flink的这个社区 因为Flink是一个 是一个Streaming的 一个技术 它希望本质就是 通过Streaming的计算架构 去加速数据的处理 那随着数据湖的 这个组建的 这个Lakehouse架构的 组建的这个 更加的popular以后 在全球的风靡之后 我们是希望在 希望结合Streaming 和Lakehouse架构 推出更快速的 离线的这个Lakehouse架构的 这个升级和加速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在 Lakehouse架构上 缺乏一款面向Streaming 或者实时更新场景的 这个Data Format 所以我们在Flink社区 就腐化了 这个Flink Table Store 这个项目 希望能够加速 数据湖的实时化 那最终我们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 开源社区的项目以后 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们觉得 如果将一个项目 如果做更大的发展 我们还是应该把它 独立出来 做独立腐化 使它有更好的开放性 能够更接更多的 这个Apaq其他的项目 所以我们就把它 专门地做一个独立腐化 出了我们叫Apaq派蒙 这个也非常感谢 几位ISM member 帮助我们做了 这个incubating的腐化工作 那我们希望 它在今年能够毕业 成为一个正式的 Apaq顶级项目 推动整个数据湖的 实时化的这个加速 那这个项目 也是我们在今年团队 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 现在是百分之百的代码 开源到整个社区 也就有非常多的公司 跟我们一起共建 不只是阿里云的 像字节跳动 B站啊 米哈油啊 等等这种新一代的公司 也都希望 跟我们一起去共同推进 这个开源社区的发展 那另外一个项目 像我们的 Kelibon的项目 也是一个类似的 因为我们在整个 Yarmar的云上的发展中 我们发现 无论是Spark 还有Flink 甚至Presto 等等这些技术 它们都是这种 大数据处理的技术 都需要一个统一的Supple 来做这个数据的传输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统一的Supple 技术如果能把它抽象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项目 那这样的话 它可以服务 Apaq的更多其他的项目 像Flink Spark Presto 这些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Supple 项目我们也独立地出来 孵化 目前也是在 Incubuting了这个状态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 快速地成长 在半年左右 成为顺利毕业 成为一个新的Apaq顶级项目 目前也有像小米 网易 Shopee 包括海外的LinkedIn 等等这些公司 跟我们一起在贡献和使用 最后其实你们看 我们综合我们 整个开源大数据的 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从Flink的这个 核心的项目 开始腐化出了 实时数据壶的 潘一蒙的项目 包括Caliberne的 云Suffle的项目 我们包括跟现在的 Lake House架构的结合 我们还希望能够推进 整个大数据技术体系的 这个前进 和这个技术的创新 然后呢 推动整个 开源技术生态的联合 提供更高层次的 或者更好 更彻底的一种 数据分析架构 那这样的话 整个也是我们 整个阿里云 开源大数据团队 现在在 全力的合作 内部的其他 所有的团队在合力 推动一个新的技术架构 就在Lake House上 我们推动 Streaming Lake House 实现这个流皮一体的计算 加流皮一体的存储 而为用提供一套 完整的实时理性 一体化的Lake House 胡仓分析架构 那这是一个开放的架构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融合 像Flink Spark 像Pymon 包括我们支持这种 新的OLAP分析疫情 StarRocks Doris 包括Trino Pristol 能够完全构建一套 统一数据 多元计算融合的 胡仓分析架构 实现实时理性 一体化的体验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 能够在开源社区 提供更多的创新 为这个开发者 和能够我们的使用者 提供更多的一些新的idea 从而再进一步去迭代 推进整个开源技术 和开源社区的发展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演讲 谢谢大家 这个我们有几个 主要的这个开发项目 像Flink Pymon 和Keliborn 也是 尤其是后面两个项目 刚刚进入腐化期 有半年时间 我们希望它也很快 能成为新的 这个像跟Flink一样的 这么知名的 APA期项目 也欢迎大家来支持 谢谢 谢谢